你不肯定是吗 这回真的抓紧赋云发呀 是吗 不计 上次那批就发完了 上回是个小失误啊 你放心 不会再有那种事情发生了 你放心 人家都跟我告诉你 是是是 只会肯定尽快啊 拜托你啊 放心吧放心 放心 小王 来一下 我刚才看你啊 你一直在看手机 是不是爷爷那边情况不好 我上一次有这种被人监视的感觉呢 应该还是我的高中班主任 我们在教室自习的时候 他的眼睛随时会出现在后门的玻璃上 那是我童年的阴影 对不起啊 我是真的很关心你 要不要帮你请几天假吧 我妈说还算稳定 让我等她的消息 好 有什么需要的话 一定跟我说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的 谢谢 不用麻烦了 曼妮 我知道 一个女孩子 一个人 在大城市打拼时间久了 也扛惯了 但是你现在回家了 万事都可以靠我 明白吗 我习惯靠自己了 我还有事我先回去 好 好 晓晴啊 你这个手 还有膝盖替妈妈的 一点水都不能沾 现在幸亏天不热 要不然肯定会感染的 你要是感染的接了扒了多难看 人家不说了吗 女人的手是第二张脸 知道了 放心吧 没事了 没事了 这是太危险了 现在女孩子声音外出 遇到危险的事情 经常有新闻哪 可把我们吓死了 幸亏遇上陈宇啊 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不会了吧 小秦 我问你 你现在遇到难事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着 给陈宇打电话 这也就是信任 你看我吧 我不管遇到好事 坏事 特别难的事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第一时间就跟你爸打电话 是不是一模一样 依赖了 习惯了 顾佳 剥离你了 我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能多干一点 酸一点吧 等这个难关能过去了 村子里只会更难了 整个冬季 这茶树养树都是问题 孩子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酒店的那些茶叶回款 恐怕也救不了急了 大家已经很感激你了 你多会儿说不做了 没有人会怪你 这些树都是大家的希望 只要冬天过去了 只要冬天过去了 就离春天不远了 村长 你下来一趟 不要紧张 只要冬天啊 虎子 我不要看你 不会儿子 又不可能 我会估计你了 我看你疼病了 我没事 我就是着凉了 音音 你干什么呢 都把粥药给别人喝呀 不好意思啊 她刚来了一架 她 她以为你跟她一样 没事 你肚子不舒服是吧 我这里有暖水袋 给你暖一暖 来 不用了 不用 就是着凉了 一会儿就好了 我就好了 走走走 我们去干活啊 谢谢啊 大姐 顾厂长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你还谢谢我 我们倒是要谢谢你倒是真的 你没有关闭茶厂 这样我就不用出去打工 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陪在她身边 我真的好谢谢你啊 谢谢啊 对了 你不舒服 你哪都不要去 就在这儿待着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不要动 不要动 暖一暖 这些粗活我们干得来的 我们天天干的 你歇着啊 走走走走 爸 茶厂这边的事 已经在解决了 您放心吧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好的 什么时候 我想带您跟子言来看看 放这边就好 这一百五十件空山茶已经清点方向了 好 今天安排发货吧 好的 抗霜害的药啊 我已经给您打包好了 您扫这个二维满付款就行了 我马上给您发货 好 这是一个 好的 谢谢 行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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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吴嘉 喂 村长 我想到了销售的办法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先去上海了解一下 如果有消息告诉你 好 姐 姐 我们到了 我去给你拿箱子 拜拜姐 拜拜 你早点回家啊 嘉姐 回来了 你今天夜班啊 小松 嗯 这两天有我们家包裹吗 没有 好 谢谢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儿子呢 陈姐哄睡了 茶厂事处理怎么样了 比我想象的还是困难一点 但还好这次去有了点眉目 那就好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不知道啊 不然让陈姐给你做点 算了吧 别麻烦了 再说我答应你陪你断食晚餐 别到时候我一吃 你肚子里的蝉虫又勾出来了 我吃个橘子 好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 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 平常销毁烟花 不都集中堆放吗 老婆 我本来想的是 那些蓝色的烟花 你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烟花 那是艺术品 就这么销毁了 挺可惜的 不过最后还是全部销毁了 全部销毁了就好 我现在的想法是 把每一棵茶树都编号挂牌 然后把茶叶挂上印上二维码 那个二维码就对应这一棵茶树 只要买到茶叶的人 一扫二维码就可以花两百块钱 任养一棵茶树 然后我们会在春秋两季 把最新的新品免费邮寄 那这个是属于办公益性质吗 对啊 只有这样能快速地回笼资金 给村民们养殖茶树 我想了我会在二维码里面编辑一段视频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原生态的养殖 现在我是没什么钱 等将来如果做起来 我想把二维码变成平台 这样大家就直接能从自己的手机里看到 自己的任养茶树的生长跟修剪 你这个挺好的呀 你是不是就像电子森林那种啊 嗯 好不好 好啊 那你赶紧弄 你弄完了我马上任养一棵 那你这个是需要投很多钱吗 做二维码倒是不需要什么成本 酒店经理也说了 他会帮我多推几家同行 还有江晨那边 他也帮我找了几个独立咖啡馆做分销 只要有客户员一定能养起来的 怎么了 不好吗 没有 我就觉得你们那样才算是奋斗 才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不像我 我觉得啊 我现在就像是一棵 被人任养的茶树 你胡说什么呀 那我第一个任养你 你赶快把二维码让我扫一下 那你养不起 这里是扫码区域 他只要一扫码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一个多个视频 你还没有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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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去看你 你还没有办公室 你还没有办公室 应酬多 每天都要忙到 晚上十点才能回家 过来吃啊 一会儿该凉了 好 你那些蓝色烟花 全部都销毁了吗 和那些过期的烟花 一起销毁了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 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 平时销毁的时候 不都集中堆放就完了吗 老婆 我本来想的是 这些蓝色烟花 在我心里那儿 不仅仅是烟花 那是艺术品 就这么销毁了 挺可惜的 不过我还是全部销毁了 吃这个 老婆 你说今天有应酬啊 怎么了 好看 穿得很正式啊 我待会儿先陪你去公司吧 怎么今天想起来去公司了 好久都没去了 去看看大家 正好呢 我下午 在公司附近 约了人谈茶厂的事 行 你要不要 许总好 三姐好 你好 学生好 三姐好 最近也找了几个新衣服 许总好 三姐好 你好 好 三姐先生 您来了 嗯 来了 佳姐 来来来 听一听 佳姐 你好准备来看我们 是啊 最近比较忙 中午是不是有口味啊 佳姐每次来都带好吃的 你猜对了 我刚点了奶茶 我请客 徐总买单 对 我买单 好 奶茶 奶茶 佳姐 你好 我是新来的同事 市场部李然是吧 对的 姐 你好 姐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欢迎您加入佳美 赶紧坐吧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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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姐 佳佳 我还想问你呢 销毁过期烟花的 报备手续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 和蓝色烟花一起报备的 好 我点个奶茶 你待会儿给大家分一下啊 好 谢谢佳姐 喂 你好 佳美烟花 顾佳 盐厂长长啊 我给幻山打了几个电话 他没接 他现在正在跟同事说事呢 您着急吗 没什么事 例行安全通报 那我一会儿让他回电话给您 没事 对了 盐厂长 以前咱们销毁烟花按惯例 不是集中焚烧吗 怎么这次是燃放销毁啊 好 因为蓝色烟花太珍贵了 好 因为蓝色烟花太珍贵了 好 因为蓝色烟花太珍贵了 这样医生不想焚烧的话 太可惜了呀 太可惜了呀 也是 那那些蓝色的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吗 没事 都放完了 那就好 谢谢您 再见 你等会儿 老袁给我打电话 刚挂 那你待会儿给他回个电话吧 行 领导 还有什么指示啊 别逗了 徐总 你是我领导 我同事时间提前了 那我现在就要走了 那陈旭送你吧 这样你方便点 我下班了直接打车回去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几点回来 我大概八点左右吧 我八点之前到 好 你别把我看你 陈旭 还得麻烦你送我一趟 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 姐 这个行车记录仪 以前是中文的 现在变成全英文了 你还用车吗 喂 陈旭 徐总 我刚到 好 你还用车吗 不用 你一会儿直接把顾佳 送回去就行 好嘞 哥 嫌我了吗 我给你新买的睡衣 我给你新买的睡衣 好不好看 好看 今天八点 我必须要回去 又不那么夸张吗 我还试试装得怎么样 不行 好看 我也不厉害 这一天 我还会给你 一次 一天 它可不可以 拿你 嗯 好看 继续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菠根 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回儿子 来来 快下来 妈妈快来了 赶紧亲亲妈妈 儿子 今天太沉了 我看你把你爸累的 真拖不动他了 我平常让你跟我去锻炼 你就是不去 行行行 那我再练会儿 来 儿子 上马 还不玩啊 来吧 你还要玩吗 还要玩 来来来 好好 做粉啊 抓好姜生 搂着爸爸脖子 搂着爸爸脖子 好 飞马来了 咕咚咕咚咕咚 咕咚咕咚咚 干净 咋咚咚咚 怎么了 是不是公司有事 谢谢大家 妈 爷爷怎么了 什么情况 你们怎么不把他送医院呢 先到外面去说 怎么了 这个事情 你叔叔 爷爷根本就没病 什么意思 是你小说家 不想再给他养老了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爸爸这么多年 每月工资的一半 都寄给你爷爷 而且逢年过节 我们会寄得更多一些 是啊 你小说家怎么能 这么对待你爷爷呢 只给剩饭剩菜 想喝口热水都喝不上 根本就不好好照顾老人 不是 那小说他怎么能这样呢 没有 没有 我们去了那儿 他们什么都没说 直接提出 都跟我们要丧葬费 他们甚至把时间都估算好了 我们一到那儿 爷爷就咽气 他们好拿了这笔钱 给那个 他的小儿子盖新房 幸亏你爷爷命大 等到了我们 我一看爷爷那个样子 我就 一检查 他就是面晃鸡手 别的什么病痛都没有 你爸爸就着急了 喊人赶快 把你爷爷送医院 他们这才 跟我们说的实话 爸爸 五万块钱啊 要五万 爸 走进去门吧 让开 快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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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这边 我走前面了 走 走快来 好好 小雅姐别转了 快点 快点 快一点 小心一点啊 好 村长 我觉得还是在原有的 茶叶罐上 加印二维码 这样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 您放心物流那边 我也会亲自盯的 陈旭 那个行车记录仪 怎么原来调整过 四十八小时覆盖模式 准备 我真的在哪里 有什么好物 我我没有想把一个 都带过去 我什么问题 我没想到你 这东西 你这么忙 你事那么多 我没想到你明天 还有时间陪我去看爸 时间不都是挤出来的吗 公司最近又新接了几个单子 新招了些人 出差应酬是多了点 这不很正常吗 你知道你车上那个行车记录仪 被调成循环覆盖模式了吗 只有四十八小时的记录 怎么可能呢 陈旭 一定动了什么 在这儿一向粗心 回头我说说他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不是让你生产蓝色烟花 你一直都在生我的气对吗 没有 停了 以后不生产了吗 这个蓝色烟花真的 我们要承担太多风险 你别嫌我管得多啊 老婆 你真没用 真的 没生气 真的不生气啊 我又不是气球 我不是 倒是最近啊 确实心里有点不舒逃 要为咱们家 少谈点事 一家三口像以前一样 简简单单的 不要像现在这样 你说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插山身后 也那么多人啊 想歇也歇不了啊 是不是 等我忙完这一段 咱们一家三口 一块儿出去玩吧 好 我让公司这两天 给我批点价出来 我就陪你和儿子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先休息 你还不睡吗 我手头还有点设计 我忙完了就来 那快点啊 这就是悬崖的问题 这就是悬崖的问题 不能快走 不能跑 那啥都干不了 爸爸回来了 我去看一下啊 爸 我算到家了 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我 我回他 回他进房间 医生怎么说啊 我说就是 贪生这个事啊 一着急 血压上去了 刚才在医院呢 医生给输了一夜 说进阳几天 血压就下来了 小张主任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说大晚上了 还跟着我们受累 千万别这么说 这不都是 自家人的事吗 还有 以后您叫我小志就行了 老叫小张主任 怪生分的 好 小志 小志 好的 那个时候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我走了啊 依依 送送呀 送送 不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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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走 回去吧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看看 人家小志人品有多好呀 看看 看什么 看了 你又说了 爸爸真的没事吧 你进去看看呀 嗯 ować Koch 这种桑天哈礼的事 他都能做得出来 谁要遭报应的呀 这是把儿媳妇窜托的 是啊 那我们老爷 是不是受苦了吗 江海 你放心 回来贺贺物馆没呢 就是 江海你够不够住啊 够住够住 妮妮的爷爷和妮妮爸爸住在一起 我和妮妮住一间 够住的 你这红烧肉烧得不错 好吃 锅里还挺好吃的 还有好多呢 妮妮 妮妮 够了 够了 今天 我借着大家都在的机会 我想说几句话啊 就是我们家这次遇的难 多亏 这么好的邻居 一人帮一把手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对对对对 就这句话 远亲不如近邻 还有 还有我们的小智 你看你工作那么忙 那么重要 你还帮着照顾妮妮 照顾爷爷 我在这里 我向大家表示感谢了 给大家聚一步 客气 客气 我们呢 没有别的本事 但是帮过我们的 我们永远会记在心里的 我们等到有回报的时候 我们会尽力 不会推脱的 妮妮 你说对吧 谢谢叔叔阿姨这段时间 对我们的照顾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你们尽管吩咐好了 好好好 谢谢大家 来 为了感谢大家 大家 干杯啊 好啊 来 来 干杯干杯 谢谢 谢谢 客气了 你瞧 好 你看我就说吧 你迟早啊 会适应这里温暖的人情 不好啊 平洁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 喝上车洗酒啊 对啊 对啊 那是什么情况 你不能够 我们正好事 就看着这一天啊 不是啊 你看 我们怎么带你 叔叔给你包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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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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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来 来 为了拿五万块 在乡下盖房子 我小叔他们 就要逼死我爷爷 我爸都崩溃了 一直唠叨着 怪自己关心不够 把爷爷留在乡下 明年就给点钱 买一个心安理得 这简直闻所未闻 我根本都不敢相信 这几天我家比过年还热闹 吉利街坊每天都来送饭 照顾我爸爸 伺候我爷爷 张志也每天都来 现在的家事 是 好像 如果我不以身相许 我就无以为报了 不是 曼妮 我不太明白啊 你爷爷这事 跟你结不见婚有什么关系 对啊 你们又没有来过 没感受过 我一点都不夸张 好吧 让有事再打电话吧 你也别多想了啊 拜拜 谢谢 谢谢 李姐 小钟 谢谢你的门卡 还是李姐好吧 当然了 加油 一定 小钟来了 好花啊 你都放了 那什么花呢 这是什么 拍下来 拍下来 是什么 这也有 近点儿 来吧 小心拿这儿呀 拿这儿 收下式 拿这儿啊 这花真漂亮 我先帮她收着啊 这个是摩托扎行大门的钥匙 我们几个人合开的 我是大股东 钥匙自然由老板娘来保管了 你之前说过 男人要有事业心 我现在有了 想着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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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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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紧张 我不是求婚 我知道我现在也求不成 这个就是普通的情侣对见 有的时候手上空了 心里就空了 我比狼真你手指的粗细 选了个中职戒指 但是没负担 小钟呀 你省得好周全呀 就是啊 你之前说想冷静冷静 但是我不想 再等下去 就只剩了我 我们能让他们先走吧 这是公司 我们能单独说吗 不 我就是要当着 所有人的面告诉你 周小杰 我喜欢你 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就喜欢你 好不容易我们现在 没有任何阻碍了 他的事是在一起成吗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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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怎么回事啊 怎么走了呢 在一起 在一起 所有人都会 都会烦到我 在一起 真的 我在一起 为什么 这几天我考虑清楚了 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就因为我比你小 你就觉得我靠不住了 我敢现在就去跟你领证 我相信你敢 可婚姻是只靠勇敢的嘛 我之前勇敢过一次 可结果不怎么样 那是你之前遇的人不对 不是 是我当时没想清楚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到底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 过我的下半辈子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我没有顾佳那么独立 也没有曼妮那么勇敢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我很依赖别人 所以我打骨子里是渴望结婚的 我到了年纪就相亲 结婚 我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可婚姻的复杂性 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这几天才想明白 我是怎么把我上一段婚姻过凉的 这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可能现在跟你说这些 你听不懂 可是这就是跨在咱们俩面前 跨不过去的 不是你的原因 是时间和精力 这两样是最公平也最不公平的 但有和没有就是不一样 我懂 我懂 我怎么不懂啊 就是因为那个小子 又说了他哥的好话 你就要连也赶回上海吗 是吗 是我没考虑清楚我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不能再糊糊涂涂 这么跟你好下去了 一定要分手吗 是 你不后悔 那这都没听说呀 是 刚才里 Perform 这都没 着 你怎么这么多 你怎么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